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 1. 起烛箱通风阀故障 2. 涡轮增加器漏油 3. 活摘环串气 4. 气门油风密封不言 细说给特斯拉充电的闹心感受 专用充电桩超级充电一小时即可充电80%以上 非特斯拉专用的充电桩因协议不同不能实现超级充电 高压慢充至少6小时 低压慢充至少12小时以上 如果选用非特斯拉专用的直流充电桩 通过调节中央显示屏的充电电流 最高可将充电电流调至50安左右 每小时可充电6到70公里 高速行驶方向盘发卡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主要因为转向电机的齿轮与转向柱的齿轮缺少润滑而发卡 或者转向电机的控制程序需要升级 通常需要更换转向管柱的整体部分 或者更换转向机总程 另外对转向程序进行升级 气缸压力低会导致发动机抖动严重启动困难 主要因为活塞环与钢筒的间隙过大 或者气门关闭不严 检查气缸压力的方法 第一步拔下油泵继电器 第二启动着车等待自动熄火 第三利用熟练手法迅速拆下火花塞 塞入压力表 用力按下打车采集气缸压力值 逐个检测每个气缸压力 正常情况下应该独树一致 冬季怠速抖动 是因为气缸内温度过低 燃烧不充分 主要原因火花塞积碳火花落 喷油气积碳喷油少 进气管道积碳吸附燃油导致混合气息 气氯过脏油压低 当车内有汽油位时 主要检查以下几方面 第一汽油管路的接口 以及汽油管路的表面是否老化裂痕 第二活性碳罐的接口 以及活性碳罐电磁阀的接口是否松动 第三后排塑椅下方的油泵盖是否密封不严 发电机最粗的接线柱为正极 外壳相当于负极 发动机熄火状态下测量发电机的正极与负极电压 此时为电瓶电压12伏左右 启动着车发电机开始发电 此时发电机电压应在14伏以上说明发电机正常 低于14伏以内说明发电机不发电 冬季发动机对冷却液的冰点要求非常严格 一旦冷却液结冰就会损坏发动机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可以通过冰点测试仪 对发动机的冷却液进行冰点确认 首先打开水壶盖 吸取部分冷却液 将其均匀滴在测试窗 扣上盖板 蓝白分界线计为实际冰点 测试结果约为0下26度 比外界温度低于10度以上即可